欢迎大家收看北美投资的每日头条新闻 今天是2020年6月2日 以下是新闻内容 特斯拉股价周一为何上涨 尽管周末并没有特斯拉的重要消息 但该电动车制造商的股价周一仍上涨 究其原因 该股股价的上涨得益于马斯克管理的另一家公司 SpaceX创造了航天历史 以及今天成长股集体上涨的大环境 周六 马斯克创立并领导的美国私人航天企业SpaceX 成功发射载人龙飞船 将美国宇航局的两名宇航员送往太空 谷歌报告火箭发射后 关于特斯拉的搜索结果出现大幅飙升 或许此次载人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 给了投资者对于马斯克领导能力更多的信心 过去几个月以来 特斯拉的股价一直在上涨 几乎收复了新冠疫情驱动的股市大跌以来的所有跌幅 建于Model Y的上市以及加州弗里蒙特工厂的复产复工 投资者看好该汽车制造商的前景 新闻播报完毕 如果您喜欢视频内容请订阅 我们为您奉送每日头条新闻 您也可以登陆网站nai500.com 获取更多新闻信息 专家评论和投资机会 明天见